不少人買樓都喜歡買交通方便 配套齊備的私人屋苑 大家又知不知道 香港歷史上第一個大型私人屋苑在哪裡? 答案就是美孚新村 美孚新村的所在 原本叫做荔枝角灣 又名荔灣 這套粵語長片 就記錄了1950年代荔灣的環境 在美孚新村落成之前 那一大是美孚石油公司的油庫 1960年代 油公司銀建市區地價高昂 市民對房屋需求欣切 於是就將油庫搬到偏遠的青衣牙英州 騰出市區地皮去發展住宅 美孚新村不單是香港歷史上的一個大型私人屋苑 當時更加是全世界最大型的私人樓宇項目 一共有99棟大廈 提供超過13000個單位 在美孚新村落成之前 市面上的私樓 大都是單棟式的物業 沒有配套可言 所以60年代中 美孚企業提出以城中城的概念 興建集商場、公園和娛樂配套於一身的屋苑 求私創新 而美孚新村的發展模式 亦為往後太古城和黃埔花園等所借鏡 60年代經濟起飛 香港家庭的年收入逐漸提高 對衣食住行都更加講究 作為香港第一個規劃周全 管理現代化的屋苑 美孚新村吸引到一班受過教育 有穩定職業的中產入住 就好像港產片男人40 將學由所識見的中文老師 徒姐入面的少主劉德華等等 雖然屋苑旁邊後來多了一座大型墳化爐 但美孚新村依然不乏買家承接 而事實證明他們投資有道 1960年代 美孚新村一期一個460呎單位 只賣22000元 隨著樓價上漲 現在同類型的單位已經叫價550萬 升值250倍 那麽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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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te